山难救助协会的伙伴们利用垂涨等专业技术 大伙齐心协力将搁置在龙坑生态保护区 珊瑚礁岩内的垃圾清理干净搬运上岸 肯管处与国境知南生态文化发展协会 每年利用5月休元期间进行海岸漂流物清理工作 但因为龙坑生态保护区地势险峻 清理搁置还漂不不易 因此邀请中华民国山难救助协会加入守护海洋的行列 为配合国家向海致近的重要政策 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景观 肯定国家公园每年均会定期办理浸滩活动 于是今年特别邀请中华民国山难救助协会 利用其优越的垂涨以及攀爬能力协助清理垃圾 约清理出500公斤的垃圾 以保力农及保特瓶为大宗 要特别呼吁民众秉持对环境的关怀 不制造垃圾 不乱丢垃圾 让海岸保持原有的美丽景观 肯管住一再呼吁请民众到观光景点游玩 欣赏美丽海洋之机 不要随便乱丢垃圾以免污染海洋环境 影响自然生态 中华民国山难救助协会表示 爱于龙坑部分地形环境因素 使得清洁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但救助协会的工作人员不怕辛苦 运用个人的专业技术与其他浸滩的志工 共同协助清理出重达500公斤的垃圾 让他们觉得今年能参与浸滩活动非常有意义 我们跟肯定国家公园管理处合作 在这个龙坑这里浸滩 很多漂流的垃圾都在这里 很困难的地形 我们把垃圾都清理干净 这是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这些四十几个伙伴都很热心 我们利用我们的专业力 把这个地方弄好 我们会很努力地把这件事情 每年都把它完成 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帮忙做努力 协会议论未来每年都会协助肯管处 一起加入警探工作 期望藉由个人的力量 为守护海洋环境清洁进行力 共同守护海洋自然生态 记者是新庭阳正义采访报道